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8号 习近平总书记从西宁辗转来到钢查县 直奔青海湖仙女湾湿地 这里曾是热门景区 自去年6月开始暂停开放 进行生态恢复 如今 仙女湾的湿地面积有了明显增加 原先修建的木栈道已有部分没入所终 在湖边 总书记听取了青海省加强齐连山地区和青海湖生态环境保护介绍 在总书记心中 青海的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 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 既是生态资源的宝库 又是生态安全的屏障 高原 特殊的地质气候条件下 这里的生态极其脆弱 一旦遭到破坏 将很难恢复 五年前 在参加两会青海团审议时 总书记强调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同年 总书记来到青海考察 三天的行程 贯穿的主线就是生态保护 对生态保护 要下任务 要抓落实 五年来 总书记对青海的生态保护动态持续高度关注 对齐连山自然保护区及牧里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他要求扭住不放 一抓盗底 不彻底解决 绝不松手 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举办 他亲自贺信努力 阐述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义 这一次 总书记走上湖边的木栈道 不远处的浅滩 不时有候鸟光顾 或低头饮水 或隐行高歌 或振翅飞翔 青海生态保护的成效究竟怎么样 其居于此的动物最有发言权 三个月前的两会上 总书记参加青海团审议时就曾关注过这个问题 当时代表孔庆局带来了在家乡麒麟山脚下拍到的珍稀野生动物荒漠猫雪豹的照片 以此佐证讲述青海生态环境的变迁 总书记凝视照片频频频点头 这一次 在青海湖边 总书记再次问起了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情况 而这里也正在发生着实实在在的改变 仙女湾向西四十多公里外 是另一处著名景区 鸟岛 为了保护生态 目前也已关闭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 现在全部被射延了 基本上恢复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样子 260 比较缺 这个阶梯就是为了黄鱼回油场 特意修的 就是更长的路 产更多的路 把这个水价就招平了 就招成这个十二级台阶了 跟野生不武打交道 你要忠重它的生命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已然栩栩展开 在青海 全省90%的面积都已列为限制和禁止开发区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正在逐步成行 并发挥重要作业 希望孩子们有花族动物陪伴他们长大 能照看过模拟和小动物们 从索取到守护 人类为大自然修生养息 腾出了广阔空间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 生态资源保护好 把国家公园建设好 这是我们的宝藏 资源 也是财富 成效来之不易 要加倍珍惜 9日上午 在听取青海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 总书记提出了更高要求 他强调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 把做好青海生态保护上升到国之大者的高度 将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以对国家 对民族 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 承担起这一重大使命 这是总书记的阴阴嘱托 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高地 未来可期 离白野馁 我们的生态美负责 打资源 Kimberly 崔大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